大家好 我是Wendy 歡迎來到戰車小教室 今天要跟大家一起來聊聊 輕型戰車 穿梭似如 神出鬼沒 喜歡速度感的你 絕對不能錯過輕型戰車 輕型戰車可以是偵察兵 也可以是收割者 他擁有高隱蔽性可視範圍 可以善用環境掩護前景 作為整個隊伍的眼睛 需要有大局觀 必須快速佔領戰略要點 利用草叢隱蔽車身 在戰鬥開始時 就去搶地圖中間的點 這個位置有利於發現敵方戰車 當我方隊伍掌握了敵方戰車的位置 勝利也離我們不遠啦 哈 哈 哈 天啊 我被看到了 以T6趕技能判斷自己的戰車 是否已被敵人發現 跑跑跑點偵查 輕型戰車的優勢就是體積小 超快的車速可以不斷移動 又不被敵人發現 就算被發現了 敵人打不打得到你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囉 耶嘿 來打我啊 輕型戰車的高隱蔽性 可以在不被敵方發現的情況下 從印象不到的角度支援隊友 對於移動速度較慢的戰車來說 他們遇到輕型戰車就像遇到流氓一樣 從側面攻擊吸引敵人注意力 嘗試攻擊輪帶與引擎 就能有效的幫助隊友指導敵人 輕型戰車也能獵殺落單目標 除了偵查敵人之外 也可以按T鍵 通知隊友擊火攻擊敵方戰車 快速擊毀目標 而且還能夠在隊友摧毀敵方戰車之後 以助攻的方式獲得額外的引筆與戰鬥經驗 趕快上戰場體驗輕型戰車的魅力吧 我們下一集戰車小教室見 Bye